男生中学庆祝母亲节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同学们准备各类的舞蹈现场表演 以舞会友揭开了活动的序幕 而从去年开始 学校就与安德烈食物银行合作 举办捐赠物资帮助弱势家庭儿童的慈善工艺 今年也不例外 去年是捐赠面条 而今年则是捐赠肉类的条理包 目标都是1000公斤 今天我们举行母亲节的庆祝活动 这是一个充满感恩的时间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除了能够自己感恩自己的父母亲以外 也能够行有余力 能够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案 今年再度发起活动 目标的物资是负有蛋白质常温的肉类条理包 让同学将小爱结集成大爱 鼓励学生小额捐款或是自行购买之外 也可以用班费统一采购 成为弱势儿童最珍贵的祝福 结果募集到了1300多公斤的条理包 透过一些实际的分享 让学生们体会到 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怎么样去分享爱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我非常谢谢南山中学在这两年来支持我们德烈食物银行 帮助我们也帮助那些弱势的孩子 而南山中学当天也举办了母亲节的庆祝活动 有园游会将近80个摊位 全校师生欢迎家长及社区民众一起同欢 同学们准备精心的表演节目展现了才艺学习的成果 而园游会更是吸引参与的人潮显得温馨热闹 而学校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 另外也学会奉献在能力范围内 去帮助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而这些慈善团体也感谢校方的协助 及时行善越爱越赞 使得母亲节庆祝活动显得更有意义 中家新闻张仪勋卢秀娟终合谈报导